醫院急診室外篩檢站出現人潮 因為不少民眾聽到本土確診個案 大爆發煞的立刻來採檢 各醫院篩檢站湧入大批民眾 採檢量是平常的5到10倍 各個急診他們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說有些民眾他覺得是說 他可能是有跟確診者接觸 或者是說他認為他自己所處的地區 是一個高風險地區 那他就會衝到各大醫院的急診 要去採檢 醫師呼籲非緊急狀況別來急診 現在台灣醫療量能到底夠不夠 全台富亞隔離病房目前有670床 的收治量能空床數是298床 下週以前將啟動第二階段 預計專責病床2412床 空床數1092床 而目前全台灣還有347名確診者 正在住院 至於染疫熱區北部北北桃醫院 負壓隔離加上專責病室 夠有1050間 指揮中心掛保證 醫療量能足夠 醫師也說 應該不至於設方艙醫院 已經完全失控的輕盈之下 我們的應變醫院 也沒有辦法收治的時候 才會去考慮另外設置一個收容的場所 那目前的疫情還遠遠不到那個地步 但中央已經緊急調派資源 下離目前全台醫療信統都要落實 人員分艙分流 住院人員懷疑有症狀及採檢 擴充專責病房 設置戶外採檢站 門診慢性病患 遠距治療 加強管制清潮 啟動專責醫院 共有7項措施 局勢外界擔憂 距離高峰期還沒到 就算中央要大家別擔心 但醫院量能恐怕也會越來越窘迫 記者 陳詹茂 陳詹茂 曹家園 台北報導